俏皮的装扮 逗得台下学生哈哈大笑 这就是58岁曹席荣独特的舒畅魅力 我们是用打主板的方式 训练孩子们的节奏感 用孩子害怕上台 渐渐的孩子勇敢地站在台上 克服恐惧 那么这种的成就感 绝对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 我很喜欢 因为他很会搞笑 我比我还会搞笑 我会用双语和玩游戏的方式 好了 这是幸福 对 行李车上犹如白宝箱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曹席荣 原本是一名北漂专业保险员 为了陪伴孩子成长 毅然决然为高雄当起了住校艺术家 那为了陪自己的孩子成长 所以我们在南台湾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都深入校园里面教学生打主板变魔术 刚开始会觉得还蛮辛苦的 小孩蛮累的 可是后来就会发现他们接触的 就是这些表演之后 我觉得小孩也成长很多 老师的表演中可以学习到一些 比如说国语的正音 还有很多有关于一些作文处置方面的一些道理 将近三十年来 曹席荣跟太太走遍全台各级学校 用魔术级说唱艺术让学生乐于学习 尽管东奔西跑相当辛劳 但看见学生在欢乐中成长 就是他最大成就 打爱新闻许文林香红树 高雄报道